叶子,你怎么在这里啊? 勇哥,你怎么过来的啊? 我过来,你不欢迎我吗? 没有欢迎,你不是说你昨天过来找我有事情吗? 你怎么昨天没过来啊? 对啊,因为昨天我那边有点事情,就没过来 然后今天的话,是专门过来给你说过事情 嗯,那是你说吗?什么事? 就是,我要回去了 你说回哪里啊? 嗯,和我老家,所以说,这次我就是专门过来跟你说一下 那,那能不能不回去啊? 不行啊,因为家里面有急事,必须要回去 就是,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还行不行 没事勇哥,你说嘛,什么忙,我尽我的权利 我怕我说出来,你不答应我 没事的,你说吧,我答应你,只有我能做得到的 那你想答应我什么事情? 你都不说到底是什么事情,万一我做不到怎么办嘛 你肯定能做到的,你先答应我 哎呀,你这个人怎么卖关子,弄得我,就着急死了 那好,我答应你,你先说吧,什么事情? 就是,我这次回去嘛,然后我就想,你能不能做我几天女朋友 和我一起回去看见我父母 做你女朋友? 对,因为我父母他身体最近不怎么好 因为我出来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有女朋友 所以说,这次的话,我想,你不要想嘛,真的 我,我都不知道答应还是不答应 好吗? 可以吗? 但是你老家好像你说的是女男,是不是? 但是太远了,我孩子怎么办嘛 孩子话没事了,一起带过去嘛 不是,带过去的话 但是我没事了,但是我妈妈问着的话就说 不行,不行,要是我说实话,要是我真的做你女朋友 我带着孩子去,你婆婆 不是,婆婆 我不是交错了,阿姨会不高兴的呀 到时候阿姨会说你怎么找了个二分的,还带着孩子 没有了,其实我妈妈很喜欢孩子 没事,要不我还是给我爸爸,婆婆商量一下 行,行吧 走吧,我去商量一下,走 走